来看双方的第一局比赛情况 因为徐贤德是2比0领先于马龙 马龙是连班三局 一岁小将郑荣石 那么这样在前三盘 中国队韩国队打成2比1 这是第四盘的单打 我们知道现在韩国 吴尚银 柳成敏 他们都在现场来观看自己的师弟 师弟们比赛是非常的艰难艰苦 选手像徐贤德 李湘秀 包括郑荣石 半决赛当中击败了中国的一队选手进入决赛 获得了混双的世界 好球 看看马龙今天是怎么去应对 我们知道 好球 高抛发球 调节 非常凶猛 大家看到这本 这板球真是 又是一个侧切的下測下选 大赛事 马龙在放 国家和地区 330名运动员和官员参赛 其中男运动员103人 女运动员90人 团体赛我们看到 争冠组争冠的比赛 我们看到男子 有八强的席位 另外还有一个印度队 晋级到前四 在第一场的比赛当中 他的快速 包括他的一些 不降丽的打法都会出现 好球 还是注意快速的衔接球 发球的是韩国的李湘秀 马龙白短高了 八球出台 好的 这个白短又低 李湘秀的白短马龙0比2落后 那么现在中国队对韩国第三盘 是延安赋予了正荣石 这样第四盘就曾经是 局数0比2落后 被动的局面 是延安赋予了正荣石 赶紧唯一落后 就是延安赋予了 到前六ST 出台 赶紧唯一落后 推 签是达了正荣石 一切 主要进入 00两个 装进入 重荣石 五十 一切 主要进入 中两个 这是第四盘的单打 马龙侧身 好的 远远要好于李湘秀 这点要坚信 好的 去争胜 好的 好的 这样十比七 四局比赛 好的 所以他的技术功底 他的高招 薄杀球尽量少让他打出来 好球 比的是综合能力 比的是技巧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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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成绩排在第一最好的选手 这样马龙十一比四 拿下第四局 这样 哎呀 拉住反手 好球 今天晚上为您直播这场比赛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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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少了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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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筋分化就是要么特别轻要么特别重 这样马龙